欢迎回来 已故巨星罗宾威廉斯已经逝世一周年了 他在过世之前主演的最后一部剧情片 叫做《心灵大道》 最近要在酷儿影展播出 他饰演一位已婚二十多年 已经六十岁的老年同志 他常年压抑自己 最后选择勇敢面对自己的同志身份 拥抱真实的感情 他在接演这部戏的时候曾经说 这是一部沉痛却美丽的电影 今年的酷儿影展非常精彩 一队看似拥有一切的老夫妻 却早已对对方失去热情 这是已故演员罗宾威廉斯 生前演的最后一部电影 他放下搞笑和欢乐的那一面 深情诠释 被迫大半辈子隐藏情感的老年同志 这种忧虑 还有那种恐惧 完全是在大屏幕上被观众可以看到一镜而出 男主角为了追求一段同性相恋的美好经验 不惜撼动原本的生活 罗宾威廉斯曾形容 这部片不只是一部出柜电影 而是在探讨如何放手的作品 迈入第二届的台湾国际库尔影展 南瓜四十个国家近一百部影片 巡回台北台中高雄 探讨多元性别议题 今年的策展核心是爱无所不在 因为我们今年会成立一个亚洲国际库尔影展的联盟 所以我们邀请了十几多个城市的库尔影展的策展人 一起在这段时间来台北 跟我们一起探索我们有哪些共同的议题 有哪些共同的挑战 David 你是假的 不 我不是假的 我只是有个姿势 相较于欧美同志影片的多元发展 影展更聚焦在亚洲籍华人库尔电影 并引进南亚斯里兰卡的第一部库尔电影 你叫做一点啊 做到什么为止 家里超饭 影展介绍不同角度主题的影片 也举办台湾库尔奖 奖励华语多元性别议题短片 而本届持续开办电影工作坊 邀请香港导演关锦鹏 担任主讲人 直到学员完成剧本创作 希望大家进戏院可以觉得说 其实它只是一个好故事 其实不见得就是说 同志片就是不适合大众去看 然后也鼓励很多台湾的影视工作者 不管是导演或是编剧或是演员 他们可以更有勇气去尝试 参与同志的内容制作 台湾国际库尔影展推广爱情平权 介绍各种跨越性别的故事 要用电影带大家理解不同的爱 台湾国际库尔影展推广爱情平权